嗯 習慣 怎麼還沒有來呢 有丁哥哥 你打電話 叫我趕快來這裡做什麼啦 香蕉哥哥 你來啦 有事 不過不是壞事喔 是好事 好事 那你還不趕快說 嘿嘿 不要跟別人說喔 阿齊老師啊 要請我們看電影 怎麼那麼好啊 對啊 不要太大聲了啦 那阿齊老師呢 他應該是去買 看電影必吃的零食吧 零食 那阿齊老師一定會買 我最喜歡吃的 雞排 會是雞排嗎 應該是我最喜歡吃的 是喔 熱狗也可以啦 那他買了熱狗的時候 一定會去買 果汁 我就可以一口果汁 一口熱狗 絕配 怎麼會是果汁呢 看電影 當然就是要配 珍珠奶茶 應該配 或是雞排才對吧 看電影配臭豆腐 那別人怎麼受得了啊 那我 那會很吵 那 那會很麻煩 那看電影到底要吃什麼啊 我知道了 應該要吃 爆米花是看電影 必備零食的第一名喔 因為吃爆米花 會讓你的手跟嘴巴 不會太無聊 不過 玉米為什麼會變成 爆米花呢 一起聽聽 阿琪老師怎麼說 大家好 我們是 玉米粒 以前我們是 小朋友愛吃的 黃金玉米 又甜又軟 現在經過乾燥 我們變得 又老又硬 不對啦 是堅硬如鋼鐵般 硬梆梆的玉米粒 經過乾燥 我們具有 建議的外殼 少許的蛋白質 油脂和水分 配乳的部分 還有大量的澱粉 所以才會這麼硬 欸 兄弟 我們變得跟石頭一樣硬 小朋友還會繼續喜歡我們嗎 當然啊 我們需要 變身 怎麼變身啊 我來教你 玉米變身術 跟我做一次 玉米變身術 一起加油 這是 哇 這個油好滑喔 要站穩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人 人 兄弟 你有沒有感覺到 溫度有點高咧 有啊 那你還感覺到什麼 兄弟 身體裡的蒸氣 好像越來越大咧 沒錯 溫度繼續升高 想要變成好吃的爆米花 就要頂住壓力 頂住 頂住 我有點承受不住壓力了 不行啊 我變成白白胖胖的 我好香喔 兄弟咧 我在這 兄弟 你變黑了 剛剛多人了一下 原來玉米啊 跟吹氣球一樣喔 當裡面的空氣 多到外皮承受不住的時候 就會 瞬間爆炸耶 不過不一樣的是啊 玉米爆炸之後啊 就會變成我們看電影 最喜歡吃的 對... 尤其啊 我特別喜歡吃 甜的爆米花 超好吃的耶 不是吧 看電影的時候 應該吃 鹹口味的爆米花 這樣才對味啊 鹹的才夠味 甜的好 鹹的香 不然啊 我們來問問阿琪老師 你喜歡什麼口味啊 鹹甜口味 又鹹又甜 聽起來好像很不錯耶 對 我們怎麼沒想到啊 電影快要開始了耶 那我們趕快進去 一邊看電影 一邊吃爆米花 走... 還沒買 我們還討論了半天耶 電影都快來不及了啦 我的爆米花 沒了